这一次大陆中央公布的26条 是接触去年的31条 代表说大陆已经开始体会 两岸的统一的主导权 决定权在大陆而不在台湾 那在26条里面比过去的31条更进一步了 例如说第14条 它让台湾的人民在海外 如果遇到了困难的时候 可以求助于大陆的外观 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台湾的人民虽然到 事业各地旅行 很多都是免签 但是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 可以说要求助无门 那现在如果说 能够到大陆的大使馆领事馆 大陆的外观求助的话 对台湾人民来说 当然是个福音 也个人使台湾人民了解说 那么两岸的统一 是有多么的重要 邱玉谈到 26条措施为台湾农业专业人才 赴大陆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为台湾企业家找到了机会 在这一次的26条里面有两条 针对台湾的农业的专业人才 或者是年轻人 愿意到大陆来投入 乡村振兴的工作 森林康尔的工作 也有了一定的法律的依据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大陆的5G的大饼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大 很多台湾的业界呢 那么过去呢 只能看了 非常的羡慕 但是却无法投入 但是这一次 26条里面很明显的 把台湾人民参与大陆的基本建设 参与大陆的5G的一个发展 那么都纳入了 让台湾的一些企业家 那么苦无出入的企业家 找到了一些机会 找到一些平台 找到一些出入 各个人的一个人